哈囉,各位焦點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有偶設計的創意總監 我是林宏彥 朋友都叫我月亮 很多身邊的朋友 又或者是設計同業常會問我們一件事情 就是 有偶設計怎麼樣去做好一個好的住宅 又或是商業空間的作品 這件事情就很好玩了 其實他探究的就是空間的本質 以及人的核心問題及使用需求 這邊想跟大家分享一個小故事 就是在我剛入行的時候 我曾經承接過一個住宅的案件 那時候業主他就提出說 他希望在玄關可以做一個鞋櫃 當然我們剛入行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說 這個業主他提出的請求非常合理 然後我們也不疑由他 就為他做了一個鞋櫃 但令我印象深刻的是 在兩個月之後 我們受邀到這個業主的家裡 去參加他的巧遷派對 在到他玄關的時候發現 為什麼業主都把他的鞋子拖在了門外 反而我們當初為他精心製作的這個鞋櫃 從來都沒有使用過呢 這件事情呢 它影響到我日後在做設計的時候 去思考每一個面向 在接下來的這個焦點思數的課程當中呢 我也會用我的經驗 以及我剛才提到這個思考的面向 來跟大家分享如何從 服務設計的這個流程 來看待怎麼樣去做好一個設計 期待在焦點思數與大家相見